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一直想要買新大樓的房子 可是我就問他說 你錢購買 他說不太購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買 因為 說實在 我現在住五樓 根本爬不上去 我現在每一次 爬到最後我就可以氣笑了 然後我就看著他的身材 就發現說 難怪難怪 其實健康比房子重要 如果你把健康顧好 也許你就不用花這麼多錢 去買大樓 也許你還可以繼續住你的公寓 這是開玩笑的 其實如果說你可以好好的 改善你的生活 那當然是應該要做的事 而且重點的是 你要怎麼讓自己健康 今天就愛找家 就把你找了一個達人 叫Teresa 她是營養師 她來告訴你 今天你真的那麼胖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 才不會 啊 爬得喘吁吁 而且 手麻腳麻 她全身不舒服 Teresa 你在嗎 我剛才的問題你清楚了吧 你看現在很多人想要換公寓 沒辦法 實在是腳沒力了 啊現在是要怎麼樣呢 來 我們請你來跟我們講一講吧 舅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很有趣的廣告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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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沒感覺 我腳麻是要怎麼走啊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哇 為什麼奶奶不走啊 很多的阿姨啊 奶奶啊 其實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肌肉流失了 他的身體又太重 太胖 所以他整個就很難行走 所以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 年紀比較大的長輩啊 他們到後來都把自己的房子出租 只好去住大樓囉 所以你剛剛說 為什麼有錢沒錢 他都要想辦法買個電梯 因為沒那麼多走啦 所以你有沒有聽過一種情況 哇 揮手村啊 結果 把冰箱給揹下來了 阿嬤沒有揹到阿嬤 揮手村啊 有人為什麼連冰箱都可以扛下來 因為他的肌肉有力 伸手矯健啊 可是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都很害怕走路 因為我們害怕跌倒 有一次我回家 我就看我爸 怎麼走得這麼小心翼翼 我就問他說 爸 你怎麼了 他說 滑滑的我怕跌倒啊 可見了跌這件事在長輩心中 也是一個陰影啊 他們會聽到有的人叫做 就一跌不起啊 那要怎麼改善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 就是要讓肌肉有力 適當的運動 是可以做一些訓練的 那再來呢 一定要控制體重 因為體重絕對是很大的一個負擔 那要怎麼改變呢 來 我們先改變 飲食順序 有個很簡單的建議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喔 以前是 吃飯配菜 那我們現在改成 吃菜配飯 要怎麼吃呢 我們就先 肉 菜 飯 果 這是一個口訣 先吃蛋白質的食物 再來吃青菜 然後吃澱粉類食物 最後再吃水果 當你開始改變飲食結構的時候 就有機會改變我們的體組層 提升我們的肌肉量喔 好 剛剛我們Tavisa有告訴你 要怎麼做呢 肉 菜 飯 果 那記得喔 順序要搞對喔 要先吃肉 再吃菜 再吃飯 再吃水果 不然的話你不但不會健康 好會變得越來越肥喔 你要改善你的健康 你操有辦法 讓你的腳有力 才不會阿嬤阿嬤 火燒火啊 你怎麼會不會走啊 我是Joe 就愛五四三 雖然五四三 只說實話 不說廢話 既然你都聽到現在了 那要記得按讚 訂閱加小鈴鐺喔 你的支持 真的對我很重要